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有关药物的研发使用 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日前 中心社记者电话采访的 药学专家赵志刚 他解释了药物是如何与病毒对抗的 赵志刚首先分析了 病毒与人类的关系 他认为虽然新型冠状病毒 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 但无需对此过于恐慌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中 目前磷酸氯喹已被列入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第六版诊疗方案 瑞德西韦也已处于 三期临床阶段 赵志刚介绍 从此前体外试验来看 这两种药物是通过 抑制病毒繁殖发挥作用 赵志刚强调 药物在体内的作用和代谢过程 通过体外实验无法完全模拟 因此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才是确定药物疗效的试金石 除此之外 中药在此次疫情中的作用 也获得了广泛肯定 并被收入第六版诊疗方案 赵志刚表示 中西药各有优势 二者结合可以取长补短 最大程度的治疗患者 中药它讲究是一个 我们叫全新的一个条理 以外来把人体各方面的状态 通过中央的条理治疗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能够使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能够正常运转 能够杀死这些病毒 因为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 正常的情况下 各种病毒的失菌 它都会被消灭掉 所以实际上十一可能 你可能就是说 你有病毒我杀病毒 十一十万我可以精准的 谈及公众期待的特效药 赵志刚说 疾病的治疗 往往是多种药物 综合作用的结果 很难判定什么是特效药 实际上一个病的治疗 现在有很多的 它可能只有病因 还有病因导致的那些结果 症状 我们现在应该是 好多是知道 一些病人知道 标本监制 这要治标也要治本 所以这个病人发高烧 你说你尽管没到的原因 你消息就退下来 赵志刚指出 由于现在各个药物 都尚未确定临床效果 因此他们都不属于 公众心中药道病除的特效药 赵志刚告诉记者 新药的研发是一个 非常漫长的过程 从一个新的化合物合成 到一个新药的诞生 这之间要花费数年 到十多年的时间和心血 因此基于目前治疗的迫切需要 通过体外实验发现和筛选有效药物 老药新用 已有的广浦抗病毒药物的联合使用 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相对高效的办法 更多精彩尽在 中国新闻网客户端